哈囉 大家好 我是皮卡路 在今天的TEC TOW 里 我們要研究一個新問題 一位外鄉人可以一等拳破艾爾登把玩嗎 挑戰規則如下 第一很簡單 我的角色全程不能升級 一路都要保持Lv.1 第二很重要 我已經擺明我是名外鄉人了 所以每位BOSS我們只會認真打個幾次 假如他們不是像沒有被打死的話 那我只能被逼迫 使出最噁心最卑鄙的外鄉人戰法 搞死他 再來上一次我們是捐款伊甸老人 所以這回沒死一次 變成捐10塊錢給麥當勞叔叔之家 改錯過一下小孩子 至於這一次我會捐得更多呢 I have no idea 看下去就知道 我們一等都不能升嘛 所以我們只有一個選項各位 唯一一個從頭一開始就是一等的 只有這個 誰會想要沒事當一瓶如洗者 就是我 我們從頭到尾都只能一等 現在上面的數值 就是我們從頭到尾會保持的數值 我昨天有設了一系列的計畫 但我真的還沒有實際測試過 所以我們一起來看到底有可不可以work 好 因為我們都是要捐麥當勞之家嘛 我想要做一個長得像麥當勞的人耶 應該是有機會把他變成像麥當勞 麥當勞好像是黃皮膚齁 欸不是黃啊 藍皮膚啊 麥當勞叔叔 喔他這是白色耶 他好恐怖喔 白色嗎 好 好白色 這超像的耶 那在我們捏完麥當勞叔叔 並且決定他的聲音之後 我們需要取一個 讓人家不會誤會的名字 叫Big Mac啊 或者是 Little Mac好了 小麥克 很得氣 我們只會叫KFC 要告就要被兩個一起告 這是策略 我們這樣子寫的話 他們誰都不能告我們啊 因為 麥當勞告我們就說我們就是KFC啊 KFC告我們就說我們就是麥當勞 計算通理 取完這個絕對不會被侵權的名字以後 終於可以準備出發成為艾爾燈之王了 哒哒哒哒哒 I'm loving it 我玩了80多小時那個 80多小時弓箭流 我都已經忘記要怎麼用近戰武器 要狠狠的爆打 接之櫃子嗎 我告訴你沒錯 我要用我最最厲害的Speed Run打法 所以我只會研究半天 研究出來 等他出來吼 他出來吼 然後我就往這裡走就好了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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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看了嗎 跟你講我有研究 只有專業Speed Run會用的 咳哨 夸的好 今天我們就是他最卑鄙 最可恥 我們看我們能夠 我們能夠劍到什麼程度 啊這個死亡次數疑 對吼我耍劍還有 我耍劍之後還是要 還是要記次數 這個世界全部都是我的 我要開滿600家分店 Let's go OK我們先大概講我們要 目前要幹嘛 因為真的太少武器 會讓你全部數值都是10 然後還可以使用的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在不升級的情況下 然後提升我們的數值 我們現在馬上要去拿的一個東西就是 它可以增加我們受到的傷害 但是它可以提升數值 拉達岡的米爛弱印 對對對對 我們要去拿那個 你要拿的是強化版還是普通版 我要拿強化版 普通版是加3 強化版是加5 生命力 耐力 力氣 靈巧 好像都加5 超賺的 麥當勞叔叔晚上出沒 這看起來超恐怖的 看到這個背影誰敢去吃了 他喜歡這一位 他喜歡麥當勞這一位 從背後看起來很像 有毒的紅色蘑菇頭 哈哈哈哈 我是他的話不會理這個褪色者 哈哈哈哈 遠遠看到這個就覺得不行 好加在這位梅琳娜小妹妹 沒有嫌棄叔叔的長相 還是決定把這匹寶貝林馬交給我們 在拿到這個移動神器後 我們接著往第三教堂的傳送門走 要去拿拉達岡的糜爛烙印 然後用馬不停停地去撿我們 這第一階段要使用的武器打刀吧 今天是各大IP的集結 各大廠商 要被告就一次被全部廠商告 拿完拉達岡之後 我們再去拿打刀 原來今天是挑戰一天能多少清拳 哈哈哈哈 我都牽給麥當勞叔叔之家了 反過來被告清拳 死亡次數下面建議加個清拳次數 鞋屏對我們之後的build很重要 斜屏的數量 然後強度也有一定重要 挑戰前之前有先大概試過嗎 我有先試一些些橋段 就是我有拿我的舊的帳號 然後去試去跑一些今天大概要跑的路線 然後去用一下我們之後要用的武器 稍微試一下手感 我現在就是跟你們一起第一次跑 所以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到底會清多少拳我都不知道 米爛之印齁就在這裡面 這裡 這裡 拿到了 拉達岡的糜爛烙印 OMG WTF 我被小老鼠咬一下就死了 我比我想像中還要爛耶 拿半天就是為了拿這個 拉達岡的糜爛烙印 他加生命力耐力力氣靈巧一次加5 就等於我們憑空多了20等 像我們現在的能力值就足夠可以揮打刀了 所以我們下一個要去拿打刀 我們現在要這樣走 然後一路到這邊 可以去一個洞窟裡面拿武士刀 為什麼我的挑戰都是 都是屬於打敵人 對我們來說幾乎沒什麼用 找到了這裡 打刀 勇敢的敗戰老鼠叔 全弱衝進第一下谷 哈哈哈哈 緊接著我們下個目標 是要趕快再收集兩個護符袋 因為只有多靠著護符提供的能力點數 才能讓我們拿起之後 我們會狂用的兩把神秘武器 但是在這條路上阻擋我們的 正是上輪挑戰屌虐我們的拐杖哥哥二兆 我從未見過如此厚言無恥之人 哈哈哈哈哈哈 我體現要越來越下修嗎 我現在直接完全不想進身他 羅傑被我害死了 手機残廟 手機殲買 手機殲買 NICE各位 剛才誰說二死死啊 但是應該沒考慮我這麼賤吧 我還想到你這麼賤 皮卡拿你變 欸 不要每一次都要自虐吧 有時候要虐待別人 而且我們都當麥當勞裡 就是要虐待員工 要不然你以為麥當勞怎麼發錢 OMG 我們要拋棄這把超爛的打刀了 我們要升級到有點中等OP的武器 可是麻煩的是我們接下來要拿的武器 靈巧要求是19 智力要求11 所以我們要在不升等的情況下 我們要想辦法把我們的靈巧升到再加4 然後把我們的智力再加1 我們要先去拿一個護符 可以把我們的靈巧加5 然後我們要進魔法學院找一個頭盔 可以把我們的智力加3 我們要解他的一段任務 那個 這邊可以嗎 把老將拉出去讓噴泉石彈該更快 真的假的 沒想到你們比我還要健 今天沒有想到這個可能性 他走好快喔 來來來來來 我們要泡溫泉 我們要泡溫泉 喔好痛喔 這個戰法夠靠北 太棒了我太喜歡你們了 各位貝哥哥們 真的直接比我的弓箭戰法劍太多了吧 我們要一起泡溫泉啊 完蛋了他的小弟來了 有了這個會爆到小弟 喔喔死了 我們要講死了 看來他年紀太大了 他泡溫泉吃不消 那接下來下一個就是學院 接下來下一個就是學院 就是學院 你這臭狗打我那麼久你媽的 終於啊被這隻壞狗狗咬死了16次以後 我們總算逃離他的臭嘴了 隨手撿完這個肯德基爺爺帽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可以去拿死亡狗棒 死亡狗棒要擋黑鳥 但是你知道我要幹嘛的 只要是在開放世界裡的王 他就不可能有榮譽的被打死了一天 有沒有看到 下面那隻很帥的 等一下就要被我們射爆了 不怕他肥 你不知道雞的翅膀都是裝飾用的嗎 雞雞生氣了 雞雞生氣了 NO NO FUCK 這隻雞就很乖啊 前面那隻不知道在幹嘛 鳥兒看起來很無奈 好像我們很卑鄙一樣 誰叫你要投胎當鳥 利用火焰箭矢 成功的燒烤了這隻烏骨雞 讓我們總算拿到了這隻夢寐以求的大棒棒啦 趕緊我們把它升到了加四 我們就要繼續外鄉人之旅了 騙你們的 因為我沒有想到各位觀眾老爺們 遠比我想像的還要背哥哥啊 冒足熱情的在引誘我 加入一個名為卡莉亞奉還的邪教 結果不查還好一查下去不得了 原來這個叫卡莉亞奉還的戰規則 1.03根本就會做壞了 他本來是要給你拿來反彈敵人魔法後 可以召喚出三隻小劍的盾盤招式 結果不知道是不是算法哪裡出錯了 這些小劍的傷害高到一個靠杯欸 尤其當你把盾盤再升級以後 那Damage幾乎是到了一個Bug等級 更加外鄉的是 我們還可以利用一下 這個叫做招咒魂靈的道具 故意召喚出一個可以在我面前非常好反彈的魔法 意思是基本上現在我們可以隨傳隨到三枚魔法核彈去搞人 Oh my god 我前一天做功課時 怎麼沒有查到這個GY玩法呢 那在感受到這個邪教極高的外鄉潛力 馬上讓我們決定朝卡莉亞承載狂奔 花了整碗研究的東西 一直播馬上被打槍 馬上發現世界比我想像的還要見得太多了 What the fuck 我們再給他幾次機會好了 讓他榮譽一下 What 他是什麼Loretta Oh my god 他AR直接壞掉了 終於要正式了 一路跑到底 可以快速登出 Yeah 拍照時間到了 Say cheese 哇 真的是打到沒有反應欸 真的比他惡造的還誇張 這個太扯了 這個連我都感覺自己骯髒了 再靠著專業的Speed Run打法 六里玩的這位魔法騎士 已經遠超外鄉根本就是血魔 再來衝城門往左邊前行 看到一個平台往下跳 再從這個大洞進去 就可以跟這位商人購買這破壞遊戲體驗的卑鄙招式了 很快的我把卡莉亞奉還裝在隨便一個盾牌上 並把他升到了加9 然後還把血瓶強化到加4以後 我們才想起原來我們一直忽略葛瑞克沒有打 他已經在這邊罰站4個小時了 他一直想要講他的台詞 但我一直不來 我這邊跑去魔法學院上山下海 什麼地方繞一遍 就是不來這裡 直接站同一個姿勢 同一個地點 站了4個小時 他好可憐喔 他一直在慘叫 這個真的太爽了 我真的第一次體驗到魔法玩家的爽感 原來你們玩魔法的時候就這麼爽 在旁邊看戲就好了 這就是為什麼大家想要 想要去讀霍格華茲的原因 直接正妹在前面幫你擋 你只要負責找一個帥的地方拍自拍就好了 原來魔法師就是這樣的概念 太扯了 我為什麼第一次要玩弓箭手 這真的是人生而不平等 弓箭手直接是低下勞工 那我也要慶祝我們成功在史東威爾城開成的分店 卡比都特別幫我買了一個超豐盛的增肥套餐 再潛藏了幾個蛋塔補充完體力後 接下來我們就要去教訓一下滿月女校長 讓我們能接著連鎖擴練到魔法校園裡 但是在我們正式找到學姐以前 我們有個重要的廣告插播 如果你是名DC英雄粉 要如何度過沒有新電影新影集的心靈空窗期呢? 最終說就要靠這款正版授尋的DC宇宙新手遊來解救一下啦 這款DC英雄放置聯盟裡 可是有超過70米以上的Superhero能夠參與戰鬥 像是經典正義聯盟的蝙蝠俠、超人跟閃略俠都會登場 甚至自殺突擊隊的小丑女也是裡面可以收集的角色 同時不只如此角色也收美式卡通的3D風格呈現 更別提在戰鬥中英雄開技能的時候 你還可以觀賞特別的動畫演出 再搭配上個這輕鬆放置的戰鬥系統 讓你可以隨時悠哉地拯救DC宇宙 至於劇情的部分呢 遊戲將呈現DC漫畫的重大世界邪惡永恆 講述各魯英雄要怎樣與罪惡聯盟CSA決一死戰的故事 那現在去預約DC英雄人數角達到50萬的話 你就能免費獲得20連抽隨機紫色裝備 跟20塊蝙蝠俠碎片以及888顆鑽石 並且你從手機預約的話再送你一個大禮包 最酷的是現在去關注官方粉絲團 你就有機會抽到AirPods第三代以及BOSS的耳機唷 預約網址我會放在下方資訊處 Oh my God OK What the What the fuck 你不是都上去了 你的電梯向上了 你還 1比1 開不開心 去死了 根本超幻獸出不來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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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王的魔抗有點高 塔利亞鳳凰的核彈傷害居然沒辦法打出來 不過好家在我們的岳母看起來很滿意這隻死亡大棒棒 一直被他打爽成僵持狀態 什麼魔法都無法釋放 那麼在我們拿完了這個沒什麼用的綠龜護符以後 下一步就是要讓可憐的拉塔恩將軍展現他最後的英姿 大概在這裡 找到了找到了 找到了 好可憐喔 楊君的最後一幕 他想上來找我耶 NO 送走拉塔恩將軍後 我們接著要去永恆地下城拿一些關鍵道具 在這個地圖不只有能讓我們的召喚獸駕駛的大朵梨液花 同時還有著對於我們最後一把OP武器 限一限螺旋飛躍的至關重要的加巴感應頭盔 所以意味著我們下個目的地就是要去拿獵犬步伐 WAT 我媽要直接帶來他跑 來來來來來 我媽一直引救他 就跟你講 這個遊戲開放世界的BOSS都有各種機玩 我媽要一直引誘他 我媽要一直引誘他往上跑 一直引誘他往上跑 等一下 他剛才卡住了 我媽要確保他追上來 WAT 我們其實是要想辦法把他引到最上面 我看到人家的講法是 當他把他引到最上面之後 他真的離他出生點太遠的時候 他就會被強制傳回他的那個橋上 但是 因為他已經離太遠了 這個橋在遊戲引擎中已經消失了 所以他等於被傳回到一個空的橋 他就直接掉到虛空裡面 然後馬上死 因為不安的說法跳橋比較快 真的假的 跳橋更快喔 我們來試試看 每天一起學習更賤的打法 OK 這個好好吃喔 OK 把他往後引 感覺很外鄉喔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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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no 珍貴的騎士 no 媽 把這遊戲玩壞 來 Dark Knight 來 Oh WTF 這有更新過嗎 好 我們用另一邊 屏幕下變聰明了 這一邊 NO NO 黑暗騎 我跟黑暗騎士一直死 哇靠 他不願意完全被外鄉人給踐踏 我們剛才搞半天就是要 拿這個獵犬護法 好啦 接下來我們就要 直接去地下城了 我們橫之城到了 我們前面這邊就要打仿生BOSS 所以我們進去前要把我們身上的東西都脫掉 他就會模仿一個 身上什麼都沒有一等的麥當勞怪 這個獵犬牌的 我關掉 他就要打仗 他就要打仗 他就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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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仗 他就打仗 我們兄弟殺死 你看右手邊感應 沒有帶我們現在感應是10 然後帶上去之後感應變18 直接加8 然後我們要拿的那個鮮血螺旋 只需要感應17就好了 所以這是我整個遊戲裡面 加感應加最高的道具 劍就加8 途中我們買完了戰吼戰灰 接著就要去亞潭高原拿鮮血螺旋囉 我要死了 我要死了 喔~~nice 好 我們來這邊就是為了要拿這個鮮血螺旋 接著就讓我簡單講解一下這個bill的玩法 可以去找熊熊給你們看 OK 給你們看 一般鮮血螺旋的重擊是這樣子 是一個此次 一般重次才打129而已 然後假如我們用戰吼 然後雙手拿 然後就一看 就傷害直接就變9倍 不只9倍現在1000多 反正你只要用戰盔 然後你故意用左手拿鮮血螺旋 雙手持的話 他的R2重攻擊就會變這個樣子 然後這個重攻擊就可以一次打個4-5下 鮮血螺旋的傷害超級超級高 也是就是數一數二 幾乎也可能是最高傷害那種 你就是一直套下去的話也是6000滴血 我們飛快的把鮮血螺旋升到加9 接著換新的靈魂召喚無頭騎士 並且再把盾盤加13以後 我們就要一路狂打主線魔王囉 看到我沒看到我沒看到我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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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屁股對準 接下來賭配合 大家也知道 肚子痛的時候千萬不要相信任何一個屁 臭到爆 最後一個屁 加油 臭死他 你可以的大腸 我相信我的屁股 你看這一點點 OMG 我都看不到他的血量了 拜託拜託 放屁流成功 龍爪盾上面一定都是臭味 太噁心了 噢 有沒有 有沒有 一次 一次過 不是 沒有卡莉亞鳳凰數是整個遊戲最強的武器 終於有四個皮帶了 我叫KFC 我等級1 我很快就要跟你對打了 你還不知道 OK 要打GY2兆 等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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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動 他死了嗎 哈哈 就跟你說我才是屬山派真傳 我才是師父最愛的弟子 你那招萬劍歸宗根本就是來鬧的 那麼多把劍傷害那麼低 我才3把而已就把你電爆了 為了懲罰這份冒牌的屬山派惡兆 就只好拜託請他享受我們的臭屁股吧 再來摸完梅琳娜小妹妹的鮮嫩小手以後 我們就要去找火山巨人玩耍囉 要在那個 那個懸崖是我們要摔他的地方 WTF 啊 我太早下馬了 靠北 喔 好險沒有死 啊 滾不下來 好像要幫他喬個角度 有可能是角度的關係 WTF 他這樣 他根本是騰空啊 所以他下來會用滾的 好啊 那沒有了 OK 所以現在直接被改版成 他下來會直接用滾的 不要一直動不要一直動 我可以繞他的背後 可以站超近 為什麼沒有傷害好奇怪喔 有了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有了 沒有死 為什麼沒死 終於死了 我直接坐在他的胯下 住超久了 好險我有去拿 先寫螺旋 先寫螺旋 直接Carry 這是靠實力過 這不是外祥完蛋 真的耶 這樣會不會太OP 我人直接比他們多真的很搞笑 真的很對不起你們 你們等人等這麼久 只有一次來了三個 救小 你們救小 不要再打了 這有點太賤了 一次三打二 在我們輕鬆 烙人圍歐丸雙批把槽 我們再一路把盾盤 射擊到加24 帶著滿懷的信心 我們即將迎接可怕的黑箭魔王 我要死了嗎 我剛才在僵直 OMG 這野獸技師應該很愛去賣蕩蕩的屬性之家 我的死亡次數都已經從202升到224 第三的都還沒有打贏 其中很大的原因 都要歸著於我的無頭疾事 沒有辦法好好的吸住仇恨 因此我打算換一個人很多血又厚的召喚手 來坦傷害 剛好這個在永恆之城撿到的五位大盾士兵 似乎就是個完美的選擇 所以我直接就把他升到了加石 然後繼續回來跟黑箭硬碰硬 死亡 趕快撕 趕快撕 撞下 拗一下 第五祭 mniei se 帥哥哥 我直接趁他講話的時候 他可憐喔 他有點可憐耶 他這邊無人在一起搞 話多的反派都該死 所以我還講百字學士 我直接沒有把他當一個王 真最後兩個王了各位 甩腳王 讓他威風一下 完蛋了 啊 欸欸欸 哈哈哈哈哈哈 我直接仗走為我一次無敵 Yes 先做一個王了各位 Let's go 各位記好右上角現在的死亡次數啊 原本我還自認為自己一定能在24小時以內 坐上艾爾登的王座 殊之真常挑戰最難的BOSS 就在前方等著我們了 第一階段拉達剛還算簡單啊 靠著踩腳趾的BOSS 讓他定在原地就能把他輕鬆幹掉 雖然有時候還是會不小心失誤 踩太輕而被他敲頭 但是接下來的果凍水怪才是最麻煩的 老天爺啊我都死了300次了 竟然還看不出來任何有通關的可能 我到底要卡這隻Elder Beast卡多久 我都已經狂換過一堆的戰術 從原本的卡莉亞奉還單挑全程 進化成拿鮮血螺旋狂鑽他的屁股卡爆他 途中我還try了多種方式 想要重新一個可以讓艾爾登之獸 怪怪被我定在原地的BUG 像是換了三種召喚獸 小惡魔巫頭騎士跟大盾士兵 看看能否成功前後卡住他 另外我還懷疑是不是用鮮血螺旋的時候動作會太大 導致我們這個BUG一直失敗 所以到後來就連死亡棒棒也被我重新逃出來試試 結果呢無意意外全部失敗了 打到後來我真的已經是萬面俱灰啊 很不甘心的跟觀眾講說 假如在凌晨5點半以前 我都還沒有辦法打敗這隻GY果凍怪獸的話 我就直接開放他們這群外鄉人入場幫我打 然後呢奇蹟發生了 沒!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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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啊~~~~~ Oh my god Fuck this Woo What the fuck 哈哈哈 Yo What happened 哈哈哈 我靠我太會演了吧 我真的壓底線 哈哈哈 啊~~~~~ FINALLY 度過了27小時30分鐘 被殘忍殺害了341次 我們終於在半夢半醒之前 成功打敗了最終魔王啦 但同樣的在登記前 該繳的學費要付一付 刷完了卡以後 我只會長得像麥當勞叔叔 卻叫KFC的外鄉人大叔 竟然成功的用一等 拳破了艾爾登法環 看到最後的觀眾們 感謝你們陪我一同嘗試這次挑戰 如果你想要現場參與下一次的challenge 每個禮拜六中午12點 我都會在這個YouTube頻道直播 接下來的遊戲挑戰喔 也別忘了點擊下方連結 加入我們Discord軍團 也有任何挑戰主題或是遊戲建議 在那邊講我是最容易看到的喔 那OK MyFam 我們就會下一次遊戲皮卡爐 見啦